今天是2022年1月1日 2022年的第一天 首先小编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祝大家漫步人生录时 总可以迎着光亮 昨晚的四开夜 大家看着应该都很兴奋吧 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 预告周深将会与邓丽君合唱的时候说过 这个合作舞台绝对是个王炸 果不其然热词 周深邓丽君跨时空合唱登上了热搜榜 当然也许你会说 散热搜也许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我们最直观的看一下淡丽的收视率吧 周深和邓丽君隔空对唱 三首歌曲唱完 收视率直接从0.8%冲到了1.937% 整场晚会的收视率直接飙升了2.4倍 这也使得江苏卫视的收视率诱过了一个小低潮 收视率率率升升到了第三位 仅次于央视跨年和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这也成为了淡丽的一大高潮 两大空龄高手的合作 绝对算得上今年的最佳舞台之一 而且两位还互唱了对方的代表作 这样的产面恐怕是真有生之年系列了 不知道大家听这如何 反正小便听的时候 完全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天类之音 什么叫做天作之和 真的是太完美了 感谢周深 说到收视率 央视的启航2022绝对稳作头发交椅了 大部分时间的收视率都可以维持在三个点以上 真可谓是一记绝尘了 而周深的淡王养上的歌曲 你要跳舞吗更是魅力四色 引发全场狂热 热词 总台跨年晚会启航2022也登上了热搜榜 而且通过全网大数据 在过去24小时内 在与央视跨年晚会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评次最高的词语 就是歌手作声 不服不行 说到B站2021最美的夜 也是相当精彩 晚会直播中 已经有超过1.8亿的观看人数 满屏的弹幕 足可见B站所拥有的超高流量 周深和电影乐队带来了摇滚曲风的歌曲 Just Like Fair 同样也是带动全场热血沸腾 周深拥有超强的舞台张力 整个人都是Bling Bling的 而周深演唱的原创歌曲 可他爱的这个世界 更是充分化于滋润心田 这首献给26岁的周深 也是写给日曼夏木有形藏的歌 时隔几年再唱 歌曲更加有故事感 北京卫视快见晚会 是新歌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舞台首秀 依然是一场不叫人失望的现场 当然最后大家也不要忘记 今晚9点还有周深加盟的 2022大湾区音乐会 周深新年第一个舞台等着大家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昨晚的四场跨年 你最喜欢哪一场呢 你是如何评价 今年周深的歌曲舞台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一日都有剧场更新 未经许可认为下之后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未经许可认为下之后